进行子宫颈抹片检查 有许多妇女朋友可能会不好意思受检 为了要鼓励妇女朋友安心受检 台北县卫生局从即日起到11月10号为止 在各地的卫生所免费提供15000个裁剪器 只要是年满36岁 超过6年没有做抹片检查的妇女朋友都可以索取 根据调查指出 有46%的妇女朋友因为害怕内诊 所以不敢做抹片检查 因此台北县卫生局特别提供子宫颈免费裁剪器 让妇女朋友在家里就可以采取检体 这个裁剪棒妇女只要坐在马桶上或是家里的床上 它本身是一个棉花棒 长度大概10到15公分 不要全部埋进 就是深入我们的阴道大概5到8公分 碰到有阻力就可以了 然后同一个方向运转 环形采形5次之后拿出来 放在我们这个检体盒里面 那检体盒里面有固定液 把它放进去之后呢 把这样子的检体 这检体盒送到我们的卫生所 用我们来帮你们做服务 子宫颈炎透过定期检查可以获得相当高的治愈率 所以卫生局积极推动 希望妇女朋友可以重视自己的健康 那这样子的检查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在我们妇女有性行为之后 大概有两成以上的妇女会感染所谓的人类乳突病毒 那这个病毒感染之后九成的妇女她自己会痊愈 不过很遗憾的是有10到15%的妇女 这个病毒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 持续的产生发炎反应 那这个发炎反应就是造成子宫颈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这样的自行裁剪呢 主要就是裁剪是否感染 仍然持续有这个人类乳突病毒的感染 如果一旦发现仍然持续在感染中这样的妇女的话 我们再来接受第二阶段的抹片检查 只要年满36岁 并且超过6年以上没有做子宫颈抹片检查 都可以到卫生局领取免费裁剪器 也可以电窍卫生所人员到府协助 即日起到11月10号前提供15000个名额 符合资格的妇女朋友欢迎多加利用 天外天新闻陈梅里奥文北线采访报导 明天安